到齊了,可以拍定了,Action! 耗时九个小时的会议,历经三到四轮的讨论 势均力敌,战况胶着的金马奖演员入围名单 终于赶在最后一刻热腾腾出炉 梁家辉,韩战二 许冠文,一路顺风 张学友,暗色天堂 范伟,不成问题的问题 柯震东,再见瓦城 第48届金马奖的新演员得主柯震东 这次凭着再见瓦城入围最佳男主角 将和许多影坛前辈同台较量 金马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表示 柯震东的表现脱胎换骨,演技大爆发 看得出为这个角色做足功课 至于男主角的以珠之汉 文天祥透露,有白蚁的吴康仁 唐人街探案的王宝强 三人行的钟汉良 以及一面无名的宇文乐 同样堪称死亡之组的 还有最佳女主角奖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 饰演农村妇女的范冰冰 呈现从未见过 又别于一幕形象的精湛表现 七月与安生的两位主演 周冬宇和马思纯 双双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凭着极具说服力的演出 不带有剧场痕迹的吴可西 以及在恐怖片《红衣小女孩》里 有着惊人表演能量的徐卫宁 都是以后的提名人选 《红衣小女孩》